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在你来的第一次之前 神是一再的应许 你要来 你的指名也在深藏景象 在那边热切的等候 但是感谢你 你终于来了 你来聊开启了新约的时代 我们今天 尤其在你再来的这前夕 主啊 圣经中的许许多多 神的应许 神的预言 也都在我们眼前一一的应验 主啊 感谢你 你来了 你把神的应许 神的预言 都一一的应验 主耶稣 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服侍 我们也愿意帮你的话 向所有的圣徒来解开 祝福我们 今天的一点点的服侍 阿们 我们现在来到 圣经的人物讲座 第207天 我们从今天开始 要来看猎王纪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看 新旧两约 为什么在圣经中 有着旧约和新约 在《弹音》里书 我们看见 在以色列亡国之后 至高的神 仍然在诸天掌权 地上列国的 兴起与灭亡 都照着神的 事先预言出现 我们也认清了 神的国和诸天之国 在神经文中的重要 现在我们要来看 《猎王纪》中的诸王 因为《猎王纪》 是讲到旧约里面 神以色列的国 还有里面的王 他们是如何的形式 我们就要看见 国度这件事情 在神的经文中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一系列讲座 过去的第三篇到六十四篇 已经讲过了 从萨默到大卫 大家可以回去参考那些信息 我们先问一个题目 为什么圣经要分成新旧两边 因为神在永远里 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要在时间的桥梁上 执行他的指引 在神的经文当中 神成为人 耶稣乃是一个 化时代的里程碑 创造的神 亲自进入被造的人里面 与人联合 在他来到之前 是旧约时代 因为神是在人的外面 在他来到之后 是新约时代 因为神进入了人的里面 与人联合 所以神在人外面 还有神进到的人里面 这是神新旧两约 最大的差别 旧约的第一个功用 乃是所记载的人物 和所发生的事 如同许多清楚的图画 讲出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结局 因此这些事都是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为警戒我们 这身在诸世代 终局的人 新约圣经 则是这些图画的说明 是人接受了神的生命 并继续在信徒里面成长 并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 最后要引入神的国 终结于新耶路撒冷 我们生命越成长 就越爱主 也就越爱主所爱的教会 爱传福音 爱牧养主的羊 爱慕主的再来 期盼主的国临到地上 旧约时代有四千年 从许多方面 曝露人的不能自救 需要等候救主耶稣的来临 如果人没有认知得救的需要 对救恩就不会珍惜 反馈拒绝救主 就如同一个已经吃饱的人 看见虽然有满桌的满汉全席 却一点不饥饿 救主 他的来临 是向着那些饥渴慕意的人的 因为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 最幸就进入了人里面 如同报纸身上的斑点 不能够改变 因此 即使人有分别善恶的知识 却没有行善逼恶的生命和能力 在旧约时代 神给了人救主来临的应许 将以三个主要的后裔身份来到 在亚当犯罪之后 神在审判蛇的时候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由于撒旦化身为蛇 借着引诱亚当和夏娃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 已经把他自己的罪性 注射到亚当和夏娃里面 所有的亚当后裔在神的眼中 就都成了蛇的后裔 连追求圣别良善的宗教家 都被施敬的约翰称为毒蛇之种 撒旦的跟从者不是他的良子 乃是他亲生的儿子 因此主耶稣称 自认为比平常百姓 更甚别的法利赛人为 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 这些法利赛人没有神的生命 所以就是出于魔鬼的 做他们的父亲 甚至像尼戈底姆这样上流的道德人士 在神的眼中 也是一个被蛇咬过的人 需要救主如同同蛇被举起来 人要以信心来仰望那同蛇 就得着重生才能够看见神的国 也需要受尽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脱离蛇毒的控制 使徒约翰说到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重生有神生命的神的儿女 另外就是魔鬼的儿女 他还接着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 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 然后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职业就是来犯罪 所以我们都是出于魔鬼的 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蛇的头 拯救堕落无望的亚当族类 这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当他打伤蛇头的时候 蛇也伤了耶稣的脚跟 使他受到死的苦 为样样尝到死胃 可是主却借着死 废除了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受侠于奴役的人 好 我们再仔细来看看这个经节 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 神对蛇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所以蛇有他的后裔 女人也有他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好 我们看一见 我们有个图画来把它画出来 一边是蛇 蛇有蛇的后裔 另外一边是女人 女人也有女人的后裔 在这里神是教他 蛇和女人是彼此为仇 然后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而蛇是来咬女人的后裔的脚跟 因为蛇的后裔 我们看一见女人的后裔是基督 而蛇的后裔是我们所有亚当后裔 就是我们堕落的人类 如果基督来是直接来对付蛇的后裔 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 那我们都无望了 我们没办法得到拯救 感谢主 虽然这个彼此为仇是蛇跟女人之间 彼此为仇也是蛇的后裔 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之间 但是基督来是打伤蛇的头 而蛇是来咬伤基督的脚跟 这是女人的后裔所带来的救恩 直接来对付那犯罪的 也是神的对头蛇 亚当的后裔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堕落 到了巴别塔的时候 背叛的人类想要造塔通天 神就放弃了亚当族类 呼召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族类 开始了神经轮的新的业 神带领亚伯拉罕 离开偶像之地 进入了应许之地的时候 给他的祝福是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有第二个后裔出现了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并且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所以神的祝福是要通过 这一位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 叫万族都因他得福 亚伯拉罕原本没有儿子 在神的应许和运作之下 先是得到了以撒一个儿子 然后在出埃及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之多了 但是他们里面的罪信 与不信的恶心仍然存在 所以神救他们出来之后 在西南山颁布了律法 做儿童导师 如同保姆 看顾尚未成年的孩童 护卫他们 等候那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到 所以旧约时代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的来到 这叫做律法时代 那刻在石板上律法的主要功用 就是来显出 即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若没有活在与神连结的信里 也照样没有行律法的生命与能力 甚至抛弃律法 离弃神 拜偶像 这神愤怒 最终遭到神公义的惩罚 亡国被虑 被驱赶 离开美帝 在神颁布律法之前 以色列人自视甚高 不认识自己没有行善必恶的能力 三次向神夸口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必要行 神还没有说 他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说没有问题 我们必要来行 神得着了摩西和约书亚 作为旧约的得胜者 他们相信神与神的话 他们也遵行神的话 他们不是自夸自己能够做 在出埃及第四十章 当摩西把所有的账目 还有他里面的器具都做好了之后 记载的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照样行 约书亚 他在打败了迦南人之后 就记载着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 所以他们是照着神所说的 他们就去执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 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 约书亚也照样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约书亚没有一件不办妥的 所以耶和华神吩咐摩西 摩西来吩咐约书亚 并且把所吩咐的写了下来 就是摩西五经 那约书亚他是照着摩西所写下来的 他是没有一件不办妥的 所以我们看见摩西是听见神的话 就忠实地写下来 就成了律法书 他也照样去行 当约书亚刚刚接过棒子的时候 神特地嘱咐他 你当刚强壮胆 照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谨守遵行 不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莫想 好使你照着书上所写的一切 谨守遵行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分通 你也必凡事顺利 所以 耶稣亚怎么能够刚强壮胆呢 就是 把神所启示给摩西的 这律法书 昼夜莫想 并且照着这书上所写的 谨守遵行 约苏亚的信心和胆量 就是从紧紧跟随神的话而来 就能够成就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 所以即使是旧约 即使是律法书 那刻在外面石板上的 能够紧紧跟随神的话 也就成为了得胜者 扫罗和大卫 这两个以色列国中的头两个王 他们的结局 取决于他们对神的态度 还有对神话语 律法的态度 圣经没有记载 扫罗和律法书有任何的接触 对神也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对神呼之而来 认为自己可以搞定了 就将神挥之而去 他完全是照着自己的喜好 任意而行 扫罗更是多次违背神 借着萨摩尔的吩咐 不愿意听命 他如此藐视神 顽梗背命 就如同驴子一样 这就是吃了善恶之树果实的结果 而大卫则是顺服神的主宰 即使被扫罗嫉妒 而追杀多年 甚至扫罗有两次落到他的手中 但他都不愿意出手伤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是看见那看不见的神 尊敬神所高的这个虽然是悖逆的王 还要追杀他的王 但是他不愿意自首 自己出手来伤害神的受高者 大卫一发现自己离开了神 人就投奔于神 这是投奔回到了生命树上 大卫爱神 在诗篇18 他说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大卫也爱神的话 耶和华的律法完全 能苏醒人的魂 耶和华的法度可靠 能使渔蒙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心 耶和华的命令 亲民 能明亮人的眼睛 耶和华的教训 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 全然公义 这里头 大卫把神的话 各方面 律法 法度 训词 命令 教训 典章 一样一样的 他都是非常的宝爱 也得到这些话语的供应 大卫并且主观的 尝到神话语的甜美 这些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滴的蜜甘甜 他也愿意受律法的警戒 况且你的仆人 借此受警戒 谨守这些 便有大赏赐 大卫不仅顺服律法的管制 他更求神 愿你不定对我 隐而未陷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任意往回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可以完全免犯大过 他承认他里面还有一些 隐而未陷的过错 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诗上讲的 那就是土浅石头地 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石头 隐藏的罪 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求神 不犯任意往回的罪 他顺服那写在外面的律法 更是顺服那与他同在的活神 是借着神的话来管制他 任意往回 就是离开那是生命树的神 凭着自己的意识 向神独立去行 行任何自己以为对的事情 他知道自己不能遵守神外面的律法 而是仰望这位救赎主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所以不只是我们口中的话 说出来的 心里的意念 只是我们心中起了意的 都能够在神的面前 被主来悦纳 大卫爱神 也爱神的话 所以神也借着他 写出了150篇 这诗篇一半以上的诗篇 来启示基督 还有神家的诗 他也藏了神话语的出口 因此 亚伯拉罕的后印 就是与信心 有绝对的关系 信心 主要就是来自神的话 相信神 就是听神的话 爱神 就是爱神的话 也遵行神的话 不偏离神的话 那么我们要问 为什么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是扫罗 而不是大卫呢 扫罗是第一个王 他的出现是因为百姓 不要神做他们的王 要像列国一样 要撒末尔立一个王 来治理他们 于是神就给他们 刚愎自幼 完整 在善恶知识树 献上的扫罗 来作王 统治他们 圣经中的头一个 和第二个 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神用头一个 来表征败坏的旧造 是出于地的 是属土的 是受神审判的 第二个 表征复活之后的新造 是属天的 是神所称许的 因此 头一个人 亚当 所表征的旧人 被神定罪 需要被了结 第二个人 基督 所表征的新人 是经过死 解决了旧人 在复活中 把那神圣 胜过死亡的生命 分赐给人了 耶稣成为肉体 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 他是以末后的亚当 就是说 亚当到了他这里 就在十字架上 完全被了结了 就把头一个 完全把他结束了 他是以这样的身份 了结了头一个人 然后在复活之中 成为赐生命的灵 来成全神的经纶 头一个王 也是代表世界的王 撒旦 第二个王 就是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看见 头一个和第二个 在圣经中 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的 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 所生的头一个儿子 以史玛利 是要被赶出去的 凭着神应许 所生的以萨 是第二个儿子 是要承受产业的 扫罗是头一个王 他厌弃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厌弃他 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是第二个王 是合乎神心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里的差别 扫罗做王四十年 被基督所控制 对近代身旁的耶路撒冷 被耶布什人占据的 丝毫不关心 十多年却竭尽全力 追杀大卫 为了保全自家的王位 大卫在被扫罗追杀 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再地向神倾心图意 我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没有抱怨被冤枉 逃难的苦楚 却赞美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分 我所得的分 你为我持守 用神 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 实在美好 大卫更是 顾到神的居所 在做王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攻占耶路撒冷 并且为着寻找那失落 七十多年的约会 废情忘食 他说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皮打盹 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当大卫找着了约会 就极其喜乐的 把约会搬入耶路撒冷的藏幕中 他还穿着细麻布做的礼服 在约会前面 极致的跳舞高兴 当神赐给大卫安息 大卫住在王宫时候 却觉得神的约会 反倒住在曼子里 感到不安 就想为约会建造一座圣殿 当神眷顾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回想到 顾到神的家呢 因为大卫顾到神的居所 神就与他立了一个勇约 我必兴起你父中所处的后裔 接续你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国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有了罪孽 我必用人的葬 用世人的鞭折挡他 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他 向我使慈爱 离开我 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大卫的后裔 这个名称 首先是在所罗门的身上 得到了局部的应验 所罗门的确为神的名 建造了第一圣殿 所罗门晚年 却犯了严重的拜偶像罪 神因此惩治他 但是神的慈爱 仍然留在大卫家 还继续的 有很多的猎王纪中的猎王 但是大卫和所罗门 在地上的国 并没有长存下来 因此这约之中的 真正大卫的后裔 乃是指的 那要来的基督说的 所以到这里我们看见了 第三个后裔的出现了 就叫做大卫的后裔 所以旧约时代 一面界的律法 暴露人的堕落和不能自救 另一面界的应许 等候救主 要以三重后裔的身份来到 满足了三方面的需要 当基督来到时 他首先是女人的后裔 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 即败了撒旦 释放了被蛇所咬的人 这是来对付仇敌撒旦 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沉寂产业 就是享受包罗万有美的的福 就是纳灵 这是将神所应许的福来赐给人 这是回到神当初的心意 要让人来享受纳灵 基督更是大卫的后裔 要带来神的国 做王直到永远 并得着神的居所 这是要来成就神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见这三方面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是来对付仇敌撒旦 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把圣灵就是纳灵 当作包罗万有的美的的福 赐给人 大卫的后裔是满足神 要带进神的国 并且得到神的居所 前两个后裔 到我们今天已经成就了 大卫的后裔是正在进行的 即将来到 完成神的旨意 女人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 很特别的是这三个后裔的西伯兰文 都是用种子这个字 所以英文圣经都把它翻为 Sea Sea of the woman Sea of Abraham Sea of David 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时 他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种子 借着福音被撒到听见的人里面 就看听众的心事 哪一种土就会有什么样的收成 彼得也指出了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而长成的话 所以这里头我们看见很特别的 这个种子也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三种后裔 这个种子就是神活而长成的话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到太初有话 话与神同在 这话就是神 所以这个种子也就是那神的话 也就是这位要来的基督耶稣 更有意思的 通常讲后裔都应该是复述的 因为指着许许多多的后代子孙 然而保罗特别指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单数的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 但并不是说和众后裔 像是指的许多人说的 乃是说和你那后裔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 是用单数的 基督是承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唯一后裔 因此我们要承受那应许的福 就必须与基督是一 在他以外 我们无法承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我们信了主了 接受主的生命到我们里面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了 然后我们接着受尽 我们进入了基督里面 我们是在基督里了 所以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也有基督做我们的范围 做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美地 我们是完全在基督里 基督也在我们里面 在神的眼中 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 就是基督 我们必须在他里面 才能够有份于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基督不仅是那承受应许的后裔 也是神所应许给人承受的福 就是那美地 基督是那独一的后裔 种子 当种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同样的种子 种子里面的生命 就会一直的繁殖下去 产生同样的种子 继续扩增 因此保罗说 身体上一切的肢体 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在这里 保罗指的是 身体说的 就是教会 但是他又说 基督也是这样 他不是说 教会也是这样 他是说 基督也是这样 因为头一粒种子是什么 后面所结出的许多种子 也就是什么 所以元首是什么 他身体上面的所有肢体 也就是什么 既然第一粒种子是基督 所有繁针出来的种子 也都是基督 这是神在宇宙中的生命的律 因此旧约时代 一面是暴露堕落的罪人需要救主 另一面是应许救主 要以这三方面的后裔 就是种子来到 开始了新约时代 首先对付了撒旦 然后将赐生命的纳灵赐给信徒 最终要带来神的国 产生神的居所 就是教会 这就是新约的内容 因此新约圣经的开头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论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时候说 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 这里头讲到了两个 这个大卫的子孙 还有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里的子孙也可以翻译为后裔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神所应许的 也是神指明等候已久的大卫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而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包含了女人的后裔这件事 在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到 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亲自将他的百姓 从他们的罪里面救出来 这三种后裔都出现在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也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 还有在大卫身上 我们看见他从撒哥利亚开始 一直在万君之耶和华的邻里 为神征战 胜过了仇敌 并且掳掠金银财宝 为着建造圣殿 预备合适的材料 大卫的征战 表真主耶稣借着十字架 其一败了魔鬼 掳掠了那些被魔鬼掳去的 将他们作为恩赐 为着建造属灵的圣殿 就是活神的造贵 我们在信主得救之前 被世界之王魔鬼掳掠了 最终的结局 本来应该是火湖 我们蒙拯救了 不是过自己平安福乐的日子 我们的得救 乃是要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成就神的经纶的 另外大卫也一直受到扫罗的追杀 这是预表主耶稣被世界之王 所首使的罗马政府 和犹太宗教家的责问 查询 最后被杀了 因此大卫是预表 受苦并借着十字架掌权的基督 而所罗门是承受杀败仇敌的各样好处 做一个平安的王 这是指的复活掌权的基督 这对父子预表了基督的两方面 大卫是预表受苦经过十字架 所罗门是预表在复活中掌权的基督 旧约时期在神的经论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 就是要保持基督家谱的线 使基督得以进到人性里面 耶稣是耶和华神 亲自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个人乃是亚当的后裔 是有家谱的 但他也是大卫的后裔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称为基督的 是从玛利亚生的 所以他不是从约瑟生的 因此这里所强调的是 耶稣基督也是女人的后裔 旧约为了要应验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同样也需要保持一般人 叫他们具有应许之地为业 使基督得以建立他在地上的国 耶稣哪是从圣灵怀的孕 这是讲到他的神性 而他从玛利亚得着 他的人性是经过母妇怀胎十月 由女人所生的一个道地的人 他是人 有父母和弟妹亲人 曾是需要人提息照顾的婴孩 是从小顺服在父母管教之下的幼童 是需要发问并且学习 会渐渐长大 他的智慧和声量也会增长的 到了三十岁 他才出来尽职 受魔鬼的试探 他要用双腿走路 他会饿 会渴 会累 会吃 会喝 也需要学习 会睡觉 会流汗 他有情感 他会痛苦挣扎 甚至会哭 会恼怒 会惊恐 会忧伤 他也需要向神祷告 受人的审判 他不能救自己 甚至被定死在身上 他与当时在巴勒斯坦地的人 并无不同 见过他的 一眼就能认出 他是一个犹太人 和他相处的 亲近他 如同亲近一个人 对他说话的 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不得不扣 在肉体里的人 但是他没有罪 行止言语 毫无瑕疵 所以他与常人唯一的不同 在于他不是罪人 他乃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 耶稣在罪的肉体的样式里 并且为着罪 被父神猜来了 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就像那铜蛇一样 有蛇的形状 却没有蛇的毒 神使那不知罪的 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得救 但是在他人性的体格里 是三一神自己 他自己是神子 他也被称为永远的父 他是由圣灵怀孕所生 所以福音书又同时指出 这一位人就是神成为肉体 是以马内力 就是神与我们存在 他的名字是 我是 就是耶和华 他是救主 与父是一 在父里面充满圣灵 能够变化形象 能够预知一切 他有赦罪的权柄 有神的能力 称无为友 赶足乌鬼 医治疾病 使缺者复刑 使人慕名耳通 口开 他复活使人 他能在海上行走 他从死人中复活 等等 由他所事所作和所言 毋庸置疑地证明 他就是这位神自己 他这位完全完满的人 也是完整的神 是完整的神 成了完全的人 所以这位基督是神而人者 为了要将人带进神里面 使人能够成为人而神者 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旧约圣经 就是将我们带到救主耶稣的降生 进入了新约时代 新约圣经中也多次的用 这是要应验主界的声言者所说的 就是强调神在旧约时代所预言的 都要应验在新约时代 因为耶稣的来临 开启了神新约的经文 将神带进了人里面 借着重生 得以与神在生命上联合 借着生命成长 得以在神的性情上来调和 借着顺服 能够与基督的人位合并 不再是神和人相隔的 两个生命和两个生活 而是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甚至还可以说 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 两卷列王记 给了我们一幅完全的图画 描写神的卷名 之所以能够留在美地 就是基督里 并且有份于美地的 种种细节 列王记像X光一样 详细描绘大卫王后裔的性格 纯心爱好习惯 道德和行动等等 借着这样一幅图画 我们就能够看见 我们所试的 我们所愿望的 我们所想做的 我们所要的 以及我们是如何行事为人 都暴露在 和您的计划 请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